前首相马哈迪前天翻旧账 批评首相安华以得抱怨 但是首相政治秘书阿兹曼声称 马哈迪在西蒙政府2018年成立的第一个星期 就谋划不要交棒给安华 因此马哈迪没资格批评安华 阿兹曼透露 2018年西蒙政府刚成立时 共产党提成了部长人选名单 但是马哈迪宣布部长名单时 共产党当中的四名部长 并不是时任党主席万阿兹沙所提成的人选 阿兹曼认为 马哈迪当时委任和安华不同道的共产党领袖 代表马哈迪背叛了安华并策划了阴谋 他也表示 2020年喜来登政变爆发时 马哈迪也是在没有和西蒙有党讨论的情况下 自行辞去了首相职位背叛了西蒙 他认为 马哈迪当时的目标是想得到所有政党的支持 重新出任首相 而无需履行2018年大选前的承诺 也就是交棒给安华 阿兹曼说 所以我认为 马哈迪是最不适合谈论报恩的人 马哈迪早前抱怨 安华当年获释后参加波德森补选时 他和达因都为安华竞选 如今安华政府却要对付他和达因 阿兹曼说是最不适合谈论报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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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兹曼说是最不适合谈论报恩的人